近期盘勢持续震荡 想知道八大行库狂买的股票吗? 看节目啰 近期台股背后中美半导体的风波持续的影响 所以大家看到指数是滴滴漏啦 很多的大型股都沦为外资的提款机 而且股价是不断的破底BUT 有一档市值排行前10名的大型股的股价 受影响的程度并没有很大 而且在一片空头中仍然是维持多头的走势 甚至在10月11号 台股当天是大跌近600点 但是八大行库总共投入了6亿 买进这档股票 到底是哪一档呢?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一档 2308的台达电 台达电最早它是以生产像电视线圈 还有电子零组件 还有像制造一些绕线式的磁性元件起家 目前它是着重在电源管理 还有散热方案的主要厂商 截至到去年 电源还有零组件它就占了6成 那剩下像基础建设或者自动化 各占了25个百分点到30 还有10到15个百分点 所以占比是没有那么高 近几年更从电源管理出发切入了 现在市场上大家比较夯的 也就是电动车跟储能的两大领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消费性的电子的需求 其实是逐渐饱和的 再来过去受到缺半导体原料之苦的厂商 就会干嘛? 哎呦终于晶片有了嘛 就不会再缺晶片 所以就像之前妍希在这里跟大家提过的 像工业电脑IPC这个 还有网通甚至安控 这些都是晶片获得疏解的产业 那台达电也因为产品拿得到晶片 因此干嘛?火力全开 你可以看到像伺服器的电源 电动车、风扇 还有通讯电源 还有什么楼宇自动化 它这些的订单都非常的旺 而且被动元件又因为美国的客户 它有心机上市 出货又放量 又再搭配自动化的需求 其实持续的回稳 所以各位看到它9月的合并营收为这样 369.25亿元 而且是年增35.04个百分点 不仅连4个月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也是连2个月年成长至少35个百分点 累计它第三季的合并营收就下下降了 1062亿元 而且同步创下单季新高 由于数字下下降 下半年的半导体元件还有材料价格 供应已经趋于稳定 再加上现在我们大家不想看到的什么 台币对美元走贬 对 所以像这一个部分 对台大电第三季毛利率 还有净利率都会有正面的帮助 公司自己也跳出来讲 说下半年电动车有机会挑战 单月的损益两平 至于看到第四季 就是上一季我们看到它出货是非常旺的 很多的产品的热度会延续 而且法人又看好它的营收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全年来看营收的成长幅度将超过前9个月的年成长率20个百分点 毛利率有机会上扬到29-30个百分点之间 那好啦讲回来看到它的产业 讲到电动车就不得不提台大电为它其中的一个大客户 也就是Tesla 为了Tesla 它扩建了全球的生产基地 就是台大电早在第二季 它就宣布美国子公司花了3500万美元 大概新台币10亿多 购入美国德州的土地还有厂房 这个举动被外界解读成看好台大电未来电动车的营运 将持续的升温 当然除了原先在地组装的像通讯电源的系统 还有ICT的基础设施这些 还有电动车能源这些设施都可能是它的应用领域 除了Tesla 上个礼拜刚举行的外贸协会 就是台湾的形象展 这个是办在美国 目的就是带我们台湾的大厂 去抢拜登签署基础建设1.5兆美元的商机 那里面有像鸿海、台达电还有光宝、群创这些 台湾的大公司都有参与 大家要了解 美国其实是全球仅次于欧洲 还有中国的第三大的电动车市场 而且估计拜登政府未来要投入大概75亿的美元 在国内的高速公路或一般公路装什么 50万只的充电桩 尤其美国大家知道地非常大 然后人比较没有那么多 如果大家看到电动车真的要普及化 公路上的充电桩一定要够用 那大家想到这一个 光这些就是谁 台大电跟光宝科的好机会 当然要带着去抢订单 好啦 那除了电动车 今天要让大家比较了解台大电 除了电动车还有什么产业 也就是机器人 台大电其实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已经很多年了 早在2015年 他就瞄准电子零组件还有代工产业为主的轻工业的应用 推出这个工业机器人 那2018年更投资10多亿在中科院成立机器人研发的总部 去年底还花钱花了24亿多台币 收购美国精密自动化的设备商也就是这个 因为他希望可以强化电子组装在精密工业的自动化的方案布局 同时他也要整合后两方的研发资源 加速他的电子产业的智能制造的全面化的完整布局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不是只有雏能 不是只有电动车还有什么机器人 还有喔 除此之外台大电还抢医护商机 这个就特别啦 为什么 因为从建筑节能出发后 上个月他首次发表了一个新的护制灯 那这个阅读灯在正常的灯光中 它是揉入了40号资频率的光波 它可以让眼睛比较能轻松接受那个该光波的刺激 不受到一些闪频的困扰 而且这种光会刺激 可以显著降低类淀粉蛋白的成绩 这个其实功能就是告诉你 它可以达到你的脑部保健的效果 希望可以将脑部保健轻松融入生活 这个呢也就是打造新形态的什么热灵生活 因为老人家都很怕眼睛越来越不好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衣材的部分 好啦 那除了公司本之外呢 台大电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业外合作 它其实眼光也非常独特 为什么呢 它有的话会买下部分公司的股权 它要扩展版图 像是早在我9月底介绍的这个安全监控的部分 台大电早在2017年 它就收购了3454金锐 达55个百分点的股权 而且呢也帮金锐增加产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金锐的9月营收年成长 虽然没有七八月 超过100%的超量力的数字 但是呢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为什么有95.4个百分点非常好 那另外呢除了金锐以外呢 另外一家公司是谁 工业电脑IPC的利端 那利端这一家 目前公司还在入股策略的合作阶段上 台面上呢 其实台大电池有大概5.73个百分点的股权 那如果再加上他们副总的持股 还有像可转载全数转换后 这些计算起来最多啦 到18.7个百分点 当然啦策略合作 夫妻会受到IC缺料的冲击 业绩是提不起来的 不过今年慢慢干嘛开花结果 在与台大电整合的过程中 都会到他旗下达创的助攻 所以呢在高单价的电信 像5G的基站市场啦 他的表现就不错 成果也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力端今年的营运是很显著的提升 那到目前为止呢 营收成长已经达24.2个百分点 由于呢 他的整合效益其实已经显现 所以市场上现在就比较多的杂音说什么 我们有可能力端的经营权 在2024年有机会台大电接手 不过这还没有获到证实 所以呢演习的稀奇古怪 一定要干嘛 订阅按赞 我都会帮大家追踪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用一集的时间分享台大电未来的发展 还有台大电入股的子公司 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 那当然我也会继续后 帮大家追踪后产业跟营收的变化 这里呢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跟分享 每周上来看看产业的变化 那演习呢就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华冠头部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定自付投资风险 华冠头部111 尽管头部新制定1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